这是纯亲王载风的日记 光绪26年12月24日 他写道 顺承郡王启程前往太陵斩业 古天后 他又在日记里写道 顺底游陵返京回府 综合这些史料 被当作光绪皇帝的这位年轻人 应该就是顺承郡王纳赫勒 对于皇室的一切 无论中外 无论古今 大家都有一颗八卦的心 作为统管广茂中国神秘的皇帝 外界自然热衷于知道他的一切 可连他的样貌都不为人所知 所以谣言就来了 看谁都像皇帝 其实大大方方的 像当时的欧洲君主那样 把自己的画像照片 放出去供人景仰 也就自然没有这些八卦流言了 我是徐嘉宁 比你看见多一点 这一句是 这一句是